歡迎大家來到今集的American Pie 今集的American Pie的陣容就有些豐富 包括有我曼記在那裡 今集的題目就是之前在Disney Plus 都算是一個很重要的開台時期 的一個動畫Marvel的動畫就是What If What If這個題目其實都很悠久的 因為都有很多不同的作品 譬如在一個大活動之後 都會間中有一些說話 如果某些事情發生了是怎樣的 但是這一次的What If 就是Disney Plus的一個 或者Marvel應該是 在一個比較實驗性一些的動畫計劃 所以第一季九集就有些毀譽參半了 我們今集就隔了很久了 在由它播放到現在 好像應該去年11月它開台 或者12月開台已經有的了 那 before that 甚至乎是在Disney Plus 沒有之前其實在若干不同的 就是老翻網可能已經有人看了 它在哪裡播放的呢?我又真的不太知道 就是它不是特別為Disney Plus而設的 是嗎? 在Disney Plus 播放的 但是當時香港還沒有 哦 即是為它而設的? 是 沒錯 是的 那分享一下吧 阿諾 你的 我發現呢 我們賣了Disney Plus之後呢 這次是第一次由Disney Plus 提供的contact 就是我們沒有 好像沒有什麼 看這個Disney Plus 拿到成功前之後 那是你不適合看而已 是的 那就是Word If 它自己的標題都說了 它就是一些 Based on舊故事 再加一些新idea 譬如有些角色的走向不同了 或者是它的遭遇不同了 究竟會引領它 一個什麼的故事呢? 那它中間呢 有一個叫做旁觀者的角色的 就叫Watcher 觀察者 那它就負責觀察了 不同宇宙裡面 每一個角色他們的故事 那這一季呢 結果最後來都會牽涉到 它身處於的宇宙 那然後 一場大battle之後 就完結了Season 1 那其實會有Season 2的 不過就不知道是這樣的 很簡單的補充一下 所謂的What If 就是因為經常都說 大家都知道了 美麥的世界很多時候都是說 如果你做了一個決定 某件事發生了 那可能就會產生另外一種新的可能性 所以這個宇宙可以無限擴張的 What If就是將一些 以往我們認為都會這樣走的直線變成 如果是另外一件事發生 那會怎麼樣呢? 其實都可以 因為其實全個第一季都只有九集 就不是真的很多 那可以稍微講一下 其實藥光的故事包括是什麼 其中一個就是假如 Steve Rogers 其實他沒有辦法成為這個 就是在他準備被注射藥物的時候 就失敗了 然後就由Agent Carter去取代了他 成為了Captain Carter 那這件事會是怎麼樣的呢? 另外有一個就是如果Thor就是這個 棍腳仔和花花公子最喜歡玩的人 又是怎麼樣呢? 就是來到地球之後又會是怎麼樣呢? 那有一個故事就是說如果Tachala 他不是Black Panther 他原來就是這個 成為了Star Lord 那會怎麼樣呢? 諸如此類的故事 有一個就是譬如Scarla 什麼? 星紅毛女 Scarla Vich Scarla Vich 他Zombie Lies之後 那會怎麼樣呢? 另外有一個當然就是說 Dr. Strange Dr. Strange 他無限的想花時間去救回 他車禍喪生的女朋友 到最後他為了要拯救他的話 又不斷使用時間 在我的概念就是使用時間 那究竟會怎麼樣呢? 這些都是很多不同的可能 到最後就形成了 剛才阿樂有提過的一個 將不同的宇宙拉在一起 就是如果Ultron贏了 不但統治了當下的世界 甚至乎開始想 他的那個叫什麼? 程式 就是不斷地去吞噬其他無限的宇宙的話 於是剛才提過在其他 各個不同可能的宇宙的主角集結出來 就變成了一次的 其實就是已經是一個Avenger的故事 因為為什麼那些人初頭說他悶呢? 這套東西呢 老實一點的單元真的不是特別精彩的 唯獨呢 他是去到尾爾那一集 那你以為就是那些 那個世界就是這樣 那那個 因為那個只有 Watcher 才知道這個平衡宇宙發生什麼事 那個Altron轉著臉 看著他 那才知道原來其實 是在頭那八集是為了 最後出一對跨宇宙的Avengers出來的 即是他頭那八集的悶 是為了最後那集好看的 原來就是 嗯 但是最後兩集是 其實我想首先問了 大家通常應該都由第一集開始看到尾 那你覺得第一集觀感其實好不好呢? 就是如果不需要 就是我覺得有些觀眾是會想知道 我這個影集是對MCU有什麼影響的 然後才一直看下去 但是其實我自己 如果對MCU整個宇宙沒有什麼興趣的話 我想我看完第一集就去棄了 因為我覺得第一集呢 就exactly將Captain America 1 就男和女交換了 然後再拍一次 我是覺得很沉悶的 阿源呢? 其實我跟阿樂 我贊成阿樂說的都是 第一集其實真的是 無論節奏也好 什麼都好 那件事是有點沉悶的 那其實 為什麼會看下去 都是因為那時候 因為我是另外自己給錢 訂這個Disney Plus的 那沒有東西好看之下 就逼自己看下去的 那其實我看到去 Dr.Strain那裡 我是覺得Dr.Strain挺好看的 而且我看之前 我是沒有看過任何相關的資料的 所以其實我也不知道去到尾 它原來是所有故事 是會再連結在一起 因為其實我認知 我本身不是一個很看美晚 或者看馬伏電影的人 但是我都知道是有What If這系列 What If通常都是一個一個故事的 就是一輯一輯的 所以我沒有想過 它最後是把這麼多個不同的 平衡宇宙把它拉在一起 所以其實那一刻我看到 都是有一點驚喜的 去到尾的時候 我想首先都是不用特別 把它和漫畫比較 因為很多漫畫的What If 都是一個event的What If 所以每一個What If 肯定是沒有連結的 我和你們有一點點分別的 其實我挺喜歡第一集的 但是反而第二集 總之去到Tachala 是Star Law那集 我就覺得悶了些 那是第一集 為什麼我喜歡第一集呢 我覺得 這個idea很有趣 雖然你說 其實它只不過是 將Captain America重拍一次 但是不重要 因為我覺得這個意識才是重要的 就是這個世界 原來這樣 因為一個意外 就可以將事情變成這樣 就是變成 但是我覺得可惜的是什麼呢 它沒有辦法深化到 將Agent Carter 變成一個故事 我最初以為第二集 會說它變成Agent Carter之後 它對世界的影響是什麼 因為Captain America 就是Steve Rogers 它自然有它處事的一種路徑 那Patchy Carter自然會有 Patchy Carter自然會有 它自己的做事手法 那它當成 當它有這麼大的能力之後 它會變成怎樣呢 那這個是我想知道的 但是很可惜的是沒有 但是概念我是喜歡的 我反而 除了覺得第一集悶之外 我反而是不知為什麼 另外有一種好像 好像想將這件事做得很政治正確 那樣 就是說Captain American 不一定只是男人 女人都可以的 那這樣對我來說 又好像有一點 太過政治正確的方面 所以我看的時候 我是不是這麼喜歡的 如果純粹就這一點 那可能是你想大了 那當然是 現在在講個人觀感嘛 但是 如果以後所有把男性的角色 就是因為 因為What if 去改造 女性 就 故意 就是你會 努力 那是你故意破壞了 扣在一頂政治正確的帽子上 我覺得 如果你說換轉其他女人 可能這個感受會深一點 但是Adrien Carter 和Steve Rogers 之間的關係 不僅是男和女之間的分別 他們是一對結婚 這個才是重點 所以其實這純粹是我個人觀感的 因為我真的不熟悉美晚的 這個宇宙裏面的角色 我是有看過《Captain American》的電影 但是我是完全沒有印象 這個女角的 就是我連結不了 看那一刻我是完全 你當我是沒有看過的去看這件事 所以再加上他們經常 太多政治正確的事情 就令到我有這個觀感的 那當然我不是說他們是特意的 這個只不過是我自己個人觀感 不過其實我兩 就是萬記和袁哥都很認同 因為他有些對白其實都 叫不叫張顯了少少女權呢 那他有一幕就是 說你雖然打了那個超級弱劑 但是都不能夠上場作戰的嘛 有個將軍 不知道他說什麼 女人上場作戰是不行的 他會弄壞指甲的嘛 他都有些少張顯了女權的成份 我覺得 不過不多 我這個有少少off topic 因為純粹都是我 再詳調一次都是我個人的觀感 其他之後那些我OK 我覺得即使有或者沒有都不重要的 但是 即是他本身有或者沒有都不重要的 但是 但是 我經常都在想 就算是張顯女權 是不是就等於 是因為政治正確呢 即使是政治正確 是不是就必須會令人厭惡呢 就是我覺得 不用將它提升到去 一個這樣的地步 在看任何這一類型的作品 不獨限於 What if 是的 即使他真的 真的他對這個topping 是想參與討論的 或者他想有東西要表達的 那是不是就等於 因為這樣 就必然是會 會 要令人討厭呢 就是政治正確這個概念 或者不要說政治正確 在我的概念來講 可能若干的東西是 純粹是彰顯justic的 就是gender justice的 那gender justice不是negative的嘛 為什麼因為這樣 就會令到你的觀感變差了呢 因為他們玩得太膠了 就是太多這些的時候 就令我太阻了 阻到我簡直有點討厭 就是我當然 我不是完全是覺得 不是說女人一定是弱者 這個我絕對不認同的 女人都可以去打仗 或者它可以有super power 之類的那些 但是有時候 這些美國的劇集或者電影 就太過講這些 就算它沒有特別講 我都不其然會連接到這些 這些off topic的 可能將來找其他機會再講多些 那些團隊你又在打機嗎 又是我 又是我 又是你 又是我 又是我 你在打什麼 不是出了live 就是被人說我很窄的那個 不過我爆了 你把垃圾火爆了機 有PS5 有PS4 有的 原來是PS5 怪不得響那麼多 Sorry 我現在拿著這個Xbox來 那我想說另外比較深刻一點的劇情 因為其實overall來講整個影集有9集 其實我有幾集我們看完 不是剛才開麥克風之前的recap 我也是忘記了 所以overall我覺得有點悶 但是印象深刻一點的就是 有一個就是 他變喪屍 還有奇異博士他黑化 還有一個是 矮人那個博士 就被殺了復仇者 其實我覺得 在這集是挺好的 就是 比較跳脫一點 因為這集在第三集 我又覺得終於 符合一下沃葉的原意 因為我覺得 裘良一集 其實那個 改動不是十分大的 有一種 你看完 那又怎樣 好像都沒有延續 那我覺得第三集 他就把格局玩得大一點 那如果那個 復仇者會陷家產 那那個世界會怎樣呢 那怎樣可以找得到 那個幕後空手是怎樣呢 所以我覺得第三集 看到第三集 就終於覺得 都幾有趣的開始 這樣 可惜的是第一、二集 沒有 沒有 elaborate 或者 develop 下去 對 因為我剛才都有看這些 評論說 他 What if 有個 叫不叫做致命相 就是說 你看完就會一句 so what 那樣 就 因為他沒有一個延續 或者他之後的故事 就是 他們的角色改變了 對那個世界 其實好像沒有什麼改變 比如說 你 Captain Carter 做了美國隊長的位置 那對世界有什麼改變呢 你好像看不到 他就照樣打仗 照樣去回 好像電影的世界 然後做英雄 那好像沒有什麼不同 直到第三集 你就終於說 有些 跳出一些的東西 你估不到的 展開才開始來的 到我看到 就是當你看完第二集 到再到第三集 你就很confirm 他真的是單元的 那我其實有想過棄的 那時候 因為第二集 真的有些 令我覺得悶的 但是我最後 就是看完了 勉強的 所以 剛才說下去 就是 那些單元 會影響了你的觀感 Scarly Witch那集 就是Zombie那集 我覺得 我都一般的 因為我反而不喜歡 喪屍主題的 就是很一般 不是完全 什麼都不行 有些好的都會看的 但是喪屍主題 我沒有什麼興趣 但是又是那句 因為所有事情都發展不了 因為它是無限不同的宇宙 那這個宇宙 死了Avenger 那又怎麼樣呢? 它沒有影響的 下一個 下一個 下一個宇宙 下一集 它又出來了 你又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 之前完全沒有想過 它最後是將它們 拿回來了 因為其實 前面那件事太單元 最後 是 但是大家是覺得 它最後兩集 拿回來了 然後組一個 什麼 Multiverse 不是 Guadiant of Multiverse 是好的結束 還是 它這樣結束是good 還是怎麼樣呢? 好啊 因為你想想 最大的問題就是 如果我們剛才一直都說 哇 那些單元有些 藥肝是悶到混蛋的 那是不是應該更加需要 找些東西 wrap up它呢? 那反而才可以 扔得起 或者扔得到 前面的單元是 有意思的 其實我自己就 一般的 最後尾 隨便找個 reason 然後大打一局 那樣 我覺得 你是好像 拿回來了 但是這次 拿回來了 是one time 那樣 就是 好像只此一次 那樣 就是 不會的 它有下個season 會有第二次的 很可能 但是 我看的時候 它還不知道有下個season 其實多數都有的 因為它這一季 它有一集沒有拍出來的 因為疫情 它是做不切 哪一集呢? Guardian of Galaxy 裡面 它有一個 應該是殺了滅霸 就是它女兒殺了滅霸 穿著她的甲那個 那一集 本身應該是season 1出的 那一集 它橫切他們 所以才退了season 2 所以它知道是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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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它其實要 Course Over 那一次都可以 它Walk If 就是無限可能的嘛 它都是很隨便的 說Vision 射了激光法 那滅霸死了 那都是 就是純粹為了大打一局 我覺得其實它 看完它們大打一局 它沒有什麼一些 就是留一些懸疑性 讓我很期待下一季 我就看完整個影集 覺得它那個故事 是又加了一些可能性 或者轉了一些走向 然後去到這裏就停止了 它沒有一些東西留給我 我很好奇說 如果 如果 Titrana變成 Star Law 那會怎樣呢 或者它 那個人物性格 會怎樣呢 因為它們 就算有些人 做了某些角色 或者是有些人 那個遭遇不同了 其實大底它們都是 跟原設是差不多的 就是它們都 尤其是我覺得那個 Party Floor 就是雷神 其實我覺得本身 你電影版那個雷神 就是跟它差不多的 只不過它沒有那麼極致 那其實是我覺得 你Walk If 又好像去得不夠盡 這樣 我會這樣看的 為什麼 就是我覺得大家看 看動漫畫 現在有一個很強的習慣 就是它這樣出 一定要遇到下一季 其實 如果你單純以一季來看 那它就Walk Up了 它Walk Up了 就是這一季好不好 應該不考慮它後面 是不是有第二季 最少它特地沒有留任何伏線 告訴你 請看第二季 就好像我們之前看 地獄公市那樣 片尾還要出 那個老母 由化灰變回做人 所以一定有第二季 那有 那你就要想完 下一季會怎麼發展 但是現在它就是 第一季 那第一季就是這樣完了 那就是用一個 整個結構就是 因為不同的宇宙 有一個 某一個決定改變了 導致它有那個宇宙的出現 然後到最後就是 就是Multiverse要集合成為一對 就是Guidians 去對抗一個能夠 侵害整個Multiverse的一個 一個 的角色 而成功解除了 接著各自 回到他們的 原本的平衡世界 那就完 那有什麼 有什麼 要 就是在純粹的結構上面 有什麼 挑剔 它沒有什麼空間 沒有 那它這一季就完 或者整個故事就完 是 就好像一部電影那樣 它那個電影完了 就完了 但是 你不會覺得 你Advanger 都是合同幾個英雄 大打一局 你現在 只不過是 在不同的地方 你的起源不同了 那其實就是 一樣東西 我會有些這樣的覺得 所以 不是很喜歡它 最後大打一場 就完 但是很多故事都是這樣 英雄結集 哪有大打一場的 那我電影版 看了四次 那你還跟我做多一次 那現在那些人不同了 的嘛 對吧 雖然 某程度 有些設定上 是相似 但是 實際上 他們是不同的人 對吧 那 正如 你之前 Spider-Man 你都拍了八九幾次 但是 每次的設定都不同 所以那些人才會繼續看下去 這個意思 我應該這樣問 你Assume 這個應該是有什麼故事 其實我自己看的時候 那個期待是高一點點的 比如 比如 我會想它出現 比如 一些角色的思路 可能不同了 比如說 假設 可能Captain Carter 打完那個 弱劑 變得很大 很厲害 但是他不想去打仗 會怎樣呢 但是 會被迫做隊長 又會怎樣呢 就是 我覺得 是要有一個很大的分別 才是 配得到這個主題 如果譬如說 就是 不同了 少少經歷 但是我最後 都是做回英雄的事 那其實是 那個分別很小的 其實我想分別大些 就是 你 Party4 Party雷神 那你到最後 就是 如果魏蘭來到的時候 他都會是 好好打的英雄 我會想是 我原來他微爛之極 連到那個鎚 都玩到 抓不到 那災難來到 是會被人打敗 那我反而很想看這些 是啊 沒有人會有這樣的期待 就是你到最後都是 所以 DOTA String那個 那個 就是 基本上 他入了魔的嘛 那就是 就轉不動了 這個 我是覺得其中一個 是 有趣的故事 但是其他 很 就是怎麼說 他們都是 鬥了一圈 然後都是去回一個 正正常常的英雄 又危難出來幫忙 然後解決 這樣 我就會覺得 這麼難得有一個 work if的題 可以玩盡些 就是可以 扭轉了所有的東西 譬如有些人是做不到英雄 獲得能力都是失敗者 我會想看這些 我覺得如果是單一個title的話 這樣玩都還有可能 但是如果按照你剛才的想法 譬如Agent Carter不想打仗 然後 Thor就 頹廢到 取也拿不起 但是 結局就是 Ultran統治了 宇宙殺了 WATCHER 那當然 都可以是一個 可以是一個 那些角色會有什麼 遭遇有沒有 這些 我想我的期待 不是你的走向 我想它有不同 但是我不會想到它的不同度 是非英雄故事 我想它的變化都大些 落差都大些 但是不是去到 如果What if 它變成有能力 但是它想讀書 那怎麼辦呢 不是這一種 還有我想看的 反而是 好 即使它依然是想做英雄 但是因為它的人 好像剛才有提過 它的人是不同的人 它做了那個崗位之後 它會是什麼 因為你想一下 如果它 它有了能力 但是它不再想 Being Superhero 的話 那它就不是那個 它不會做到那個 它不會做到那個 它不會是Captain 它不會是Star Law 它只是Tachala 就是一個Tachala 沒有其它東西 其實它不是每個單元 每個單元都是很 剛才阿曼記這樣說的 有一些好像我剛才說 Dotter String 或者Bad Panda 那些其實它都是 變成 就是由一個中的角色 變成一個奸的角色 它不是沒有這些的 只不過是一個比例 如果要這樣算 你會分到的 Bad Panda 做了Star Law 那個變化比較大 是呀 Cap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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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變化比較大 Dotter String 變化比較大 Altron那個 就 它純粹好像是 你打機A B線 你走到B線 那樣 所以大概佔一半 你看到的分別 就是 雷神和Captain Captain Captain 比較平淡 是事實 正路一點 那 《喪屍》那一集 純粹是因為 它接下來會開一套 《喪屍》動畫 就根據這個延伸出去 那個就真的是project 所以OK 我覺得 如果你就算是有這個要求的話 嗯 因為我覺得是有多少 叫做 舊酒生平的感覺 所以就 屋頁是舊酒生平的 不是應該怎樣 很驚喜 就是舊酒生平的程度 我不介意它 是這樣的 但是我想有些驚喜 就是可能扭轉 我終於明白 我終於明白了 我開始明白你的思維 譬如你 我覺得呢 你問What If這個題目 起出來就是 本身可能是 顛覆你原有的 對這個 title的 理解嘛 如果不是 怎麼會弄假如 那會怎樣呢 那我是 不是很覺得到 某幾集是達標的 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 會是舊酒生平的 有幾集 是 不要那麼出色 我同意它有其中幾集 真的是悶的 至於是不是 那個期待去到這麼大 因為我本身的期待 都不是很大 就是真的 就是我沒有想到 What If到 剛才阿樂提那種 簡單來講 就是沒有去到這個地步 所以 有部份悶了 令到我 一直都提不起心機 要追上去 那樣的 但是到 好吧 到勉強到最後 都看到第七八九集了 那我覺得 那個收尾是收得漂亮的 我自己覺得 是的 純粹是 好像開始這樣說 你猜不到 他瞞了八集 就是 七集 是為了玩這一下 那 而事實上 我覺得 為什麼你覺得他平淡 與其說他最事手法 不如你是 因為他怎麼說呢 就是 例如Agent Carter 我故事為例 原展那套戲是過半小時的 他過半小時 是塞了30分 30至40分鐘那裡 基本上可以剪那些都剪了 基本上 你什麼動作場面都看不到 基本上是沒有觀能刺激的 那套 你看這套動畫 基本上都是沒有的 直到最後打Altron之外 都是沒有什麼的 所以覺得悶是很正常的 因為原先例如 Catar America 你都是看他的觀能士的東西 打那些 那他是沒有的 就是這樣 因為他有宣布 他跟電影版 就是MCU是有連動的 那可能裡面的內容 就會將來影響到真人影集的 但是我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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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懷疑是 有些人說不是 有些人說是 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 就是個人觀感 你去到最後 多重宇宙的復仇者 我覺得擺明 都很難擺到上大銀幕 那會不會是 有這樣的季節 可能這樣一點 你是不是理解錯那件事呢? 他有連動 不等於要把它拍到真人電影版 如果Dr.String那個 應該都是同一個來的 就是現在你看到 Dr.String 最後有一個黑暗Dr.String 應該都是動畫過來的 那就做了連動 連動不等於要將它那個真人化 是 不過我覺得 如果你一個 Season的Ending 將那個Ending 影響到那個 主故事線會好些 我覺得 就是我覺得 一個Season的Ending 應該是最觸目的部分 然後那個Ending 可以 再 就是Eleven 再發展去影響到 真人影集 或者是會 就是整件事是昇華一些 但是如果你說 都是可以的 就是你連動未必說 將一個 Exactly的劇本 擺到真人 或者抽一些角色 擺過去用 都是OK的 但是我想是 用事件去驅事件 不是說 抽一兩個角色 我真人版都有 就好像有點可惜了 我覺得 那Dr.String 2 未知是什麽事 或者他有 因為其實你這個預測 是一個很 我不知道怎麽說一下 那將來有的嘛 那他都是 part of 一個他們的 history裡面 所以現在就明白 那就是Dr.String 2 那就是 因為你是 你明白不明白 你剛才說的那種 講法最有趣的就是 你 怪他 沒有影響 不是怪 你覺得他沒有影響 但是剛才我提到另外的戲 就說 將來會是part of history 那如果那個Dr.String 入了去 就是那個邪惡Dr.String 入了去 就是part of history 就是它是有發生的 還有它 其實你當它是一套劇集 這樣就可以了 就是好像你Marvels那些劇 那些劇 有些可能會 就是舉個例子 例如 Scarlet Witch那套劇 你那個尾 其實你不知道他想怎麽 他可以做一套劇集 那當然 尤其知道原來是和平衡宇宙有關 有例如說的 那套Hawk Eyes Hawk Eyes 其實什麽都沒有改變過 是說它過了聖誕的那套劇 那套劇 還有知道Dare Devil會回來的 但是 都沒有的 其實 就是我覺得 你反而放得太多 過多的期望 就在這一個項目那裡 嗯 嗯 就是那種 怎麼說呢 嗯 就是好像你看尾行軸 你大概猜到的影響就是 那個巨人會回來 就是那個 是不是吞聲者 我忘記了 是的 但是 就是 那究竟影不影響到之後 後繼的故事呢 那你要後繼才知道 就是你不能夠 那件事沒有發生 你就覺得沒有影響到 那你不知道 就是當然都要有個時限的 但是我想可能最少 你就要看多 就是可能 五六七套戲 就是這樣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我想是 剛才所提到的這個項目是 阿諾就是不想說 如果搞了九集這麼多東西 到最後只是 得多得Strange 黑化這個character 是和其他的作品有關係 那就小了些了 我想 但是我同意阿Tim剛才所說的就是 似乎 阿諾對這一套理論上是 就是MCU一個實驗動畫計劃的期望太大了 就是你又想各樣都要改到它的框架 最好就是 各個角色都有很大的變化 最好就是 例如不做英雄不是最好 例如做不到英雄 或者不想做英雄 但是如果這個故事這樣走下去 你又要令到這九集建構起來的一個序市 是整件事跟MCU做英雄的那幫人有關係的 那你想一下其實 其實那個期望本身 是不是你都想得大了一些呢 嗯 可以這麼說的 是啊 是要由一個九集的試驗作品去推動 反而由它去很完美地介入去那個主線真人版 這個是一個動畫來的 那我覺得 是一個期望管理做得不夠好 這一點肯定是 那個標題是假如嘛 那就應該天馬行空一些 期望都可以的 我覺得 是 是 通常What if都是很小的 我想說 I mean 它只是一個afterward 不是會影響到主線的東西 反而What if不是影響主線的東西 如果你要用漫畫 硬要用漫畫來講的話 就是因為它不影響主線 它可以什麼都講一些 但是 正正因為它 它多少想如果它說平方學主 應該這麼說 現在看到後繼的project都是 二次的Doctor Strange會進去 還有它那套Marvel Zombie 所以 OK 但是 雖然我這樣說好像有什麼 但是其實我對這套評價都不高 說真的 一來我覺得它 那一集很少少 很少少 但是都不夠 但是有些位置我都會給它 它的留言是什麼呢 它是廣東話配音的 我可以全程聽著廣東話 一邊打機這樣 一邊聽著看就好 這樣去看完整套東西的 另外就是它 它盡量找回所有的演員來配 這些真的只有Disney才能做到 我跟你說 我看回配音的Cast 我不用說誰配 我只可以說誰配不回來 Ironman配不回來 Toni Star Ltron配不回來的 其它的那些 無論是滅霸 Bucky Hawk Scarlet Witch 連黑豹未過身 就錄了它自己的那些 就是它那份劇本 基本上都是找回真人版電影 那些人來配合的 那我想真的只有Disney 有什麼能力可以叫回那些大帝去做 就是這樣 都是的 配音是很聽的 I mean你會投入一點 但是所以我不是很聽廣東話的 是 我都是聽完原版 是 嗯嗯嗯 是啊 這樣 那麼就 另外就 它是少數會宣傳出到第二季的 反而就是 現在講會出第二季的 就是我講Disney Plus上面那些東西 一套就是Nuki 另外就是這一套 那我想可能和這個Disney 本身有個動畫部很大關係 因為 就是我無意冒犯 但是 我想畫出來可能方便 就是找些人去拍的 是啊 就是這樣 那另外如果 市場不同嘛 是的 市場不同 另外我懷疑 那個The Watcher 會在MCU的電影裡出來的 就是如果你開始是Doctor String II之後 玩多元宇宙的話 那應該就要有The Watcher出來的了 開始 是的 就是這個就是我的觀望 The Watcher 就是 退後一萬步來講The Watcher 就是那些觀眾 任何一個觀眾都是一個Watcher 是很無聊的 就是可能我們晚一點會再講 講關於Watcher這個character的看法 就是character的看法 我覺得純粹講這一套的話 是真的很depends on 每一個單元你究竟對於 但若干都做得很一般的 是的 但是那些畫我自己喜歡的 尤其動作都很流暢的 我自己都喜歡動作做得很流暢的 你呢? 他在動作場面我覺得他做得很細緻 因為我經常會看一個頻道 YouTube頻道 就是把Marvel的內容 是四分一的速度去看的 那他又經常都分析 就說譬如可能 Captain Carter他打敵軍的時候 那個反應其實是很快的 他未出招已經想到怎麼擋 那麼這些細緻的位置 他真的畫得很細緻 就是擋槍的那些火花 也很精雕細緻的 你會看到其實他的製作是十分認真的 還有我覺得他跟平時看的美國動畫 是好像很接受一些的 就是那些用色是沒有那麼對比聲明 我覺得有偏少少是 是不是有一些日晚的日本動畫的感覺呢? 是跟平時看開可能Rick & Morty 或者是其他很出名的美國動畫 那些色調是有些不同的 他比較怎麼說呢? 如果你說平時的美國動畫 美式動畫 他們那些顏色是比較 那些叫什麼? 色快一些的 相對來講 但是我想Marvel不會用他自己做這種風格 未必一定是高低的 但是風格不一樣 所以那些東西是落得比較 還有它的顏色是 普遍若干雜素都是比較柔和一些 之前你們不是說過奧術的嗎? 雖然它是柔和風格 但是我覺得那種色調像那種 你們覺不覺得嗎? 都挺像的 對 我覺得有一種感覺 所以我的動畫質素是OK 只不過是我不喜歡它的結構散 但是對我來講那個獻是漂亮的 就是賣尾的獻是漂亮的 所以我的整體的評論沒有這麼差 其實我都不是很差 不過嫌它悶的叫 主要都是 悶還不差 悶得來好好看這件事好像很矛盾 悶得很爽啊 真的也是 我想問一下你們對WATCHER這個角色怎麼看 這個雙重標準是全家產 是 沒有它最搞笑的是它 就是這樣 它說它不干預那些平衡宇宙明的 最後Eltron失控它控制不了也明白的 接著 接著你叫人家幫忙 你就說你的世界搞成這樣我沒辦法了 你玩夠它吧 大佬 就是搞到這樣你叫我幫忙 然後你就說你那些我就來不了了 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叫雙重標準 但是那種感覺可能 有點無賴 我覺得 因為不殺到身上 他就不理會了 但是現在的故事 去到尾的Ultra是找到它 那它又不夠打了 那唯有找人出來幫忙 我覺得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角色我是討厭的 如果你說它是作為一個旁觀者 只是負責見證 OK OK 那我容許你這樣做的 畢竟這個是你的設定 但是當你自己的性命有危險的時候 你就插手了 它還要不是找一個 它是找一群人過來 然後大家幫忙一下 就是如果你是負責見證的 只是負責見證 那Ultra Ultra去統治全個宇宙 毀滅了所有人類生命 那這個就是你的見證 雖然再原始一點的設定 就是除了這個 純粹這麼客觀的陳述 I mean它的設定是這樣 它會不會有另一個設定 就是它是要見證 守護人類的文明歷史 我不知道這個要看一些資料才知道 但是最少最表面那一層它沒有做到 I mean人類滅亡都可以是一種歷史來的 但是最糟糕的就是 你死的時候 它來懶惰你 那我介入了 我介入了 那我覺得比較壞 而且到後面 雖然Tim剛才提到這一點的時候 又說它是一個雙重標準的陷家產 然後你沒有舉例子 然後你說可能不是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形容 但是到最後最後的結局 就證明了它是 它真的 因為當Carter說 我想 喂我贏了這麼大場仗 救了整個Multiverse 有一個Happy Ending 是不是都應該是值得吧 然後Rotcher就跟他說 不是的 你走出這道門 相信我 喂好 那相信你 雖然這個都是一種介入 但是問題是 好 接著到Black Widow 我的宇宙已經沒有救了 全個宇宙只剩下我一個人 我不會走出這道門的 然後他說 這門也是一個概念 然後就把他送去一個 只有Black Widow 死了其他Avengers存在的宇宙 所以那是Ants-Man的那個 就是Ants-Man的父親殺了其他Avengers的宇宙 那個宇宙 不要緊 那重點是什麽呢 喂 那就是 原來Agent Carter 就要回去 原本自己沒有 失去了最愛Steve Rogers 那個世界 但是你就容許 這個Scarlett 就是羅曼洛夫 去一個他會開心的世界 不是 因為他最後還有少許片 因為他有點像CAP2裡面找到Bucky Captain Carter去到之後找到Steve Rogers 應該這麼說 Captain Carter裡面的Steve Rogers 就和Bucky一樣被冰封了 所以他預示到他找到他才叫他走 但是你不可以介入 如果你之前一直都說不可以介入 那他就介入了 他一把Black Widow扔掉去 那個應該是Lucky打炒Avengers的世界來的 那其實就已經介入了 是啊 所以我很討厭這個角色 其實 他也想著 他也想著之前拔了這麼多人過來 都已經打破了自己的原則 正所謂一件污的紀念 就是他還在做這個意思 那他應該死了他 可能之後第二季就說他不斷插手 這個又搞 那樣又搞 搞到這樣 就是人被出門又要鎖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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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做 那樣是什麽呢 我屌你這個混蛋 你叫別人來打Ltron 就是他不搞一場打阿耿的 人家六個圍在Ltron的時候他有沒有幫我手 我記得是沒有的 他真的有看的 又不可以插手 又不可以插手 現在 又不可以插手 你不覺得這件事很搞笑嗎 他走來找你晦氣 當然Ltron不只是找他晦氣 他就是殲滅了全部平衡宇宙 還有 你要想一下為什麽Ltron知道其他平衡宇宙 因為他知道你在看他 你不看他 他不知道 這個平衡宇宙很好的 他殺了所有人 他就繼續在睡覺 不知道做什麽 是因為你去看東西 你這個混蛋在看東西 他見到你 他找你晦氣 那都算了 不要緊了 很多人都看東西是壞的 然後你這個混蛋很可憐 找六個人來幫忙 找六個 我不想叫做煩人 但是找六個 比較普通的英雄來幫忙 你這傢伙閃了他在那裡看電影 你不幫忙打一份 有沒有搞錯 我反而覺得最混蛋 為什麽你就是找六個呢 你還不去找那麽多人 你找多幾十個吧 那就不用打那麽辛苦了 因為他們還不錢 這個現實點明 還有這項是什麽 最後他就把那個東西變成了 做個波 因為他們在那裡爭 那幾個無限的 無限的 倒聲 他叫Dr.Shring幫他看著 你這個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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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只有Dr.Shring才有那種能力 在他有裂縫的時候修補他 是嗎 類似的 你不能扔這個Dr.Shring去第二個宇宙 不是啊 沒有用的 沒有用的 你扔他第二個宇宙 都要有人 都要有Dr.Shring去監視著這個職業界 那你等他開心一點 他只躲在那個波那裡 那當然了 其實我也同意他是個混蛋 他真的很像那些人吃花生吃吃吃吃 然後發覺出事件 叫人幫忙 然後就不管了 你不明白這個人的存在意 有什麽用 但是我想好奇的一件事 因為我是沒有看過 沒有怎麽看過漫畫書 就是這套Walk If 是第一次介紹這個觀察者 給我這個讀者的 我又想問一下 他是不是在書裡面 就會公正一些 殺到埋身 都是不會有任何阻止 不懂 不懂 還有他好像不止一個 我看維基 就是說他們是一個種族來的 他說爲什麽不插勢 就是因為之前曾經插手 令到一個星球 一個星球的種族 他們的科技發展得太快 最後就腐敗 然後就沒有了 自此之後就發誓 就不再插手任何東西了 這樣 但是其實你不插手 你不如不要看啦 你科技有高 你不如開電視吧 不如試試看 你不要這樣去裝人家 大佬 就好像洞肺那樣 不想評論 就不看那套 是嗎 是啊 哈哈 哈哈哈哈 但是其實維基說他 維基有說過他 之前已經在星際義工隊 第二集有出過這個watcher 有 他中間彈來彈去 好像有道彈來彈去的時候 你看到好像Stanley 和那些不知道什麽人聊的 那些好像是watcher來的 即是已經出過了 是啊 應該有的 那好吧 還有沒有什麽想說 都應該遇上了 是不是 差不多了 我自己覺得這套 中等 非常之中等 以一套動畫來講 始終不驚喜的地方 或者叫做 直接是沉悶的單元太多了 對於我來說 佔了一半左右 是我一般的有興趣的 所以有些要夾眼接近的內容 但是我想問 他這個季節選擇的Heroes 你們覺得 合不合看 會不會是 想看一下一些二線的Heroes 就是他通常 那些季是選擇了一些 一線的 就是譬如沒有那些Wall Machine 那個叫什麼 Falcon那些的 其實會不會是比較想看那些角色 反而 會不會他們可能性會高一些呢 沒有 你做大了就會找那些來做 你剛剛開始 多數都找一些一線的 那一線的那些大家熟悉的程度 會多一些 可能二線那些 如果是開 是不是應該可以開一個外傳 給他做一個What If 如果大家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的話 你不知道他原本是怎樣 你不需要知道他What If是什麼 是啊 原來這個就是What If來的 那他原本是怎樣的 你原來就要追回原本的故事 是啊 變成What If Not If 這樣 是啊 是啊 沒有啦 Guality已經參加了是不是 是啊 Cover了那些內容 都 似乎都評價相當之不好 就是對於我們在座四個來講 都不算很理想 是啊 差不多了 那就下次跟大家再講了 好了 就這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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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